张颂文是标准的大器晚成演员 早在2004年就出道的他在2023年 终于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 精湛演技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那多年来张颂文演过什么电视剧呢 细说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张颂文 最火的十部电视剧榜中榜 如狂飙隐秘的角落成龙怪序第一季 功勋北魏冯太后第二面人 是铁范石刚等 你看过几部呢 张颂文十大经典电视剧一狂飙 张颂文最火的电视剧无疑是 在2023年引爆全网的狂飙 该剧讲述了以一线刑警安心为代表的正义力量 与黑恶势力展开的长达20年的生死搏斗故事 通过群向叙事 展现扫黑行动中的黑白较量和复杂人性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一个从卑微渺小的 底层愚犯变成了涉黑组织的头目高启强 本剧播出后电视端累计观众达3.19亿 平均收视率达2.5012%隐秘的角落 张颂文哪部电视剧好看 买购小编最推荐这部隐秘的角落 该剧堪称张颂文的成名作 是2020年讨论度最高的网剧 电视剧改编自紫金城推理小说《坏小孩》 讲述了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在景区 游玩时无意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 他们的冒险也由此展开 张颂文在剧中虽然是配角 但却凭借剧中精湛的演技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该剧横扫了影视榜样2020 年度总评榜年度剧集导演 年度编剧最佳男配角等多项大奖 3.成龙怪序第一季 张颂文电视剧排行中这部 成龙怪序有着很高的地位 2004年应南方电视台的要求 张颂文临时为广东本土情景喜剧 成龙怪序成立了表演速成班 这是他首次担任表演指导 2005年他出演成龙怪序男一号假发 从而正式出道 该剧讲述了当朝皇帝 为找回李南王写的回忆录 C下令追究是为首领的责任 欲狗假牙误以为皇帝要杀他 于是深夜前逃回 家带着七小影信埋名 东躲西藏十几年的故事四功勋 好奇张颂文哪部电视剧好看的朋友 这部功勋也不要错过 该剧分为八个单元 能闻那五五里延年 无名英雄于敏 土悠悠的礼物 袁隆平的梦等单元 讲述八位功勋人物故事 剧中巨星云集包括黄晓明 蒋新 佟大为 周迅 雷家音等 本剧还获得了五个一功成特别奖 金英奖 优秀电视剧等多个大奖 功勋参演的是土悠悠的礼物单元 饰演土悠悠的丈夫 五 北魏冯太后 北魏冯太后 也是张颂文电视剧《大权》中不堪可惜的佳作 剧集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绩卓著的 女改革家北魏冯太后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整个剧组以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投入创作之中 该剧不仅请来历史学家进行多方考证 对全剧故事的严谨性进行了反复推敲 还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学习 是一部高水准的历史证据 本剧由吴倩怜 沈奥军 张铁林等担当主演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北魏时期的宦官首领王玉 六 第二面 第二面是第一部由张颂文主演的电视剧 该剧由广虎指导由震惊全国的真实案例改变而成 讲述了犯下多起命案的男主角 马明星被绳之以法的整个过程 表现出欲望背后深藏的第二张面孔的故事 张颂文在剧中扮演震惊全国 的抢劫杀人大案的幕后黑手 他从伪装在自卑怯懦的外表之下 到一步步被剥离出贪婪丑恶的第二面 欺人是铁范士刚 张颂文哪部剧好看 人是铁范士刚也是不值得一看的作品 由冯远征 苗普等实力演员主演 讲述了1963年由于所在工厂超额完全任务 被上级奖励了一头猪 这件事情使得已被开除的男意 得到重新回到吹士班的机会 而现任吹士班长崔大可认为 男意归来必定取代自己的位置 所以处处与他为敌的故事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黄英星一角八冰胜 冰胜是由华裔兄弟传媒集团 于2009年12月推出的一部古装历史电视剧 由赵剑 吴家台等指导朱耀文 胡静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春秋末年诸国病例齐国内部 清大夫之间的亲亚斗争非常严重 千古奇才孙武在阴谋与背叛中练就惊人才华 在封烟四起的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故事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吴王夫差 在拍摄影的过程中 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 张颂文都一丝不苟地对待 而且每一个微小的动作细节 也被张颂文难以地恰到好处九唐人街探案 唐人街探案是陈思诚担任监制总编剧 由柯问力代沫 姚文艺来目宽指导 邱泽 张军宁 王真儿 沉着远 承宵 张艺上等主演的喜剧加上推理风格的网剧 该剧以三个单元剧的形式分别讲述了新 侦探林默和五大灵同探寻各种奇案的故事 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 藏于黑暗的真相正慢慢浮出水面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问宋一角时霍元甲 2007年古装动作电视剧霍元甲 翻拍自1981年黄元申版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 由剧《觉亮》指导郑一剑陈小春周慕英领先主演 该剧讲述了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从少年时期拜师 习武到最终成为受人敬仰 的一代宗师的传奇人生故事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霍元甲一生中 最重要的只有精神领袖龙金森 这次我切瓶的目的组合